Yeah we should want to get in and I 現在都是總品牌的話 都會有一個品牌名稱 因為以前早期沒有的話 全台灣一堆假貨 不是假貨 存數不足等到7成而已 對阿我這一天都是9999 就是這幾年有這個品牌化 喔什麼金服 克力士 就是有品牌之後 存數不足這件事情 在這個市場上就越來越少了 有人一公斤 想裝在那邊砸死人 就跟黑暗農藥一樣 拿酒瓶砸下去 這個拿金塊砸下去 那個人就掛了 這是全世界最屌了 這叫做UBS 這有很多品牌嘛 品牌裡面最龍頭的就是UBS 那你看 這裡還有它的證書嘛 證書就是這個台灣銀行 這裡也有寫 台灣銀行去跟UBS 瑞士買一個銀行來賣人 那如果你在好市桌或台灣銀行買的話 他因為有些什麼業稅什麼的 可能還貴一點點 多的話貨比三家不吃虧嘛 你們看誰便宜跟誰買就好了 他主要是注意 純度怕有問題的話 可以送你去 去檢定所 網路打什麼 小檢定所啊 黃金檢定所啊 台幣1000塊買個安心也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買的話 你就不太相信賣家的話 對